录像也开始了 是吧 那各位大家好 我是关卫和 在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工作 非常感谢各位热情参与 这个新冠疫情数据分析系列公益讲座 今天呢是这个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 也是最重要的一讲了 主题呢是 中美日防疫模式 疫情影响分析论坛 今天的这个论坛呢分三个部分 由我呢主持第一部分 请各位呢注意把自己的话筒关闭 这样呢减少噪音啊 大家可以利用那个对话窗啊 全程都可以提交问题 请把话筒关掉 如果你不是报告人的话 请把自己的话筒关掉 那么提交的问题呢 我们有这个专门负责的人啊 在收集 论文这个论坛的第三部分啊 是专门的问题解答和讨论的理念 那么今天论坛呢 第一位主讲嘉宾啊 是陈体验教授 陈教授呢 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职院的教授 首都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 城市治理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 他还担任了国家住房与城乡健身部 智慧城市专家委员会的委员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信息化专家资金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的副理事长 他今天的报告题目呢 是人口流动 疫情空间蔓延 与封城政策评估 那么沈教授报告完了之后呢 由刘国恩教授 给予点评发言 刘教授呢 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 曾经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 国际医药经济学会亚太联合会主席 并且担任呢 Health Economics副主编 经济学剂刊的副主编 Value in Health的副主编 以及呢 中国药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 2020年呢 吴国恩教授啊 作为唯一受聘的这个 经济学家加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全国新冠病毒肺炎专家组 主要的研究方向呢 是为健康与发展经济学 国家医疗体制改革 以及呢 药物经济学 那么下边呢 就先有请 陈体验教授呢 做专题报告 20分钟 陈教授请 好尊敦的 谢谢大家